针对蔡英文近日宣布 将逐步开放美猪美牛 岛内各县市长纷纷表态 猛烈对民进党当局开炮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因此在镜头前喊话称 同在一艘船上大家要肩并肩 但许多县市长并不买账 大家应该同步一条心 这样才不会乱 你要同步一条心你就早一点讲 没有人会故意跟中国搞蛋 但是你不是不能一位叫人家配合 台北市长柯文哲酸苏贞昌 要同步一条心就早一点讲 他并炮轰民进党当局 放宽美猪美牛进口 以换取所谓台湾的国际地位 这个理由太过空泛 他也不是要跟大家商量 改名就是通知你 他不是一个 如他所说是一个最会沟通的政府 你不要讲说什么国际地位 国际地位这太空泛了 这到底你是换什么东西 你今天美国跟台湾签FTA 用美猪美牛去换 我也觉得这还算 我可以解释 我问你是有吗 你换了我就跟你喝采 有吗 柯文哲强调 他并非为了反对而反对 只是才刚讲完没有故意逆时钟 他立刻又把炮口 对准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陈时钟 原来陈时钟日前受访时表示 会持续跟各县市沟通 也会陆续找一些贩卖地点 做示范区 事办美猪美牛专区 例如台北的迪化街 这让身为台北市长的柯文哲 很事不以为然 大致随便讲的 他先播个预算给我们 再研究一下 民进党当局宣布 美猪美牛放宽进口 不只冲击岛内民生经济 也成为政治角力的焦点议题 也认为政治角力的焦点